我希望看到20年后的中国 大家好,我是银娟,欢迎来到银娟频道 夏文元创,张世之,来自微信公众号澳派经济学 有朋友说20年后中国就是个下个阿根廷 我当然希望不会是这样,而且大概率也不会这样 阿根廷的乱是有原因的,我们也曾经乱过 好在回到正轨上来了 稍微看下改革开放的史料,或者看几部电视剧 也能明白这个回到正轨,实际上是权力回归的过程 是多么的来自不易 这其中既包括了来自高层的政治智慧 也包括来自民间的坚韧和忍耐 要想经济稳步向前,稳定的国内外环境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 所以我的基本看法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稳定压倒一切,开放市场,包容不同的声音 这是我希望看到的20年后的中国 还有朋友留言说,澳派是拽发自拔 这大概率是他自己造的一个词 拼音都没法直接敲出来 他的意思就是,二派政治经济学没用 只不过是自娱自乐 我给他做了简短回复 虽然多少有点不客气 但我认为他的确是自以为是 不做深入了解就轻易嘲弄别人 这不是一个好习惯 说直白一点,很多等着看米莱笑话的人 如果看到阿根廷失败,估计老得意了 就像是自己准确预测了未来 扪心自问,我虽然一直支持米莱 希望米莱和阿根廷能够再现一百多年前的辉煌 但实话,我内心多少还有点悲观的 米莱的对手不仅仅是 看得见的国会、工会和民众 还有那些看不见的凯恩斯主义 避隆主义观念 以及这些观念背后多年积攒下来的社会包袱 米莱是想甩开包袱 轻装上阵 但是现实不允许 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原因之一 就是我们当时穷到不能再穷了 没有这么多的历史包袱 稍微释放一点活力 大家能吃饱饭 这就已经是边际上的巨大改善了 所以主力会很少 阿根廷的包袱可是又多又重 高工资、高福利、工会势力、劳工保护法 那都是观念和利益的综合体 米莱的刀法需要十分精准才行 而改革的成功有很多的历史偶然性 不是理念正确就一定能成功的 这点我一直承认 并未否认 回到这位读者的留言上 我认为他只顾着嘲讽 而忽视了回头看下自身 所以我建议他也蒙心自问 在他自己的生活中难道不是渴望更多的自由吗 所谓的奥地利学派既没有党派观念 也没有党真的历史 只不过是某些科学方法论和科学观点的代名词罢了 具体来说 只不过把这位读者的问题 以及所涉及的产权等权力问题 做了一番系统论证 使这门学科具备了科学的规范 自由本来就是他自己 所有人平时追求的东西 却反过来嘲笑奥派 我觉得这事的确是挺悲哀的 另外有朋友问 奥地利学派怎么保证公平的市场 首先这里要澄清一下对自由二字的误解 工会组织罢工 虽然是阿根廷法条上允许的自由 但从权力的角度来看 这是侵权行为 不是什么自由 什么是罢工 罢工就是我不按照契约规定去工作 你还必须给我钱 同时你不能开除我 在规定的时间不上班 不履行正常职责 既要又要还要 这不是自由 这是侵权 所以罢工的本质是侵权行为 工会的本质是侵权的组织者 奥地利学派只能说自由可以让市场更繁荣 但既没法保证市场一定公平 也无法承诺这个自由市场一定会实现 魔法对抗魔法 观念对抗观念 奥地利学派的敌人是一切凯恩斯学派和一切碧龙主义做派 20年后的中国怎么样 取决于今天人们的努力 而观念上的编辑改善 也许就是一篇文章 一本书的事 宏大叙述的历史 我们无法决定 但是力所能及范围内 写几篇文章 就是在编辑上的改善 最后 你希望20年后的中国是怎样的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